世界夫人全美总决赛季2022年度颁奖礼日前是在龙山基举行 本次活动由世界夫人基金会 世界茶香艺术文化基金和美中国际文化艺术教育基金联合主办 世界夫人全球品牌创始人安妮黄 全球执行主席Lisa Chen 全球总导演Alain Azoulay 全球艺术总监Marianna Papadilativa 全美荣誉主席房飞 以及2020全美总冠军孙银辉 2021全美总冠军Celestine Liu 以及纽约州执行主席Diane Jean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雅凯迪亚市市长郑博人 南帕萨迪纳市市长Michael Cassiotti 圣盖博士议员丁炎瑜 蒙特利公园市议员饶应凡等也应邀出席了庆典 世界夫人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比赛 我希望通过权威性 示范性 精神的沉淀 文化的一波 时尚的载体 来向世人诠释一位以婚礼性 从成长 成功到成就 成熟的人生维度 世界夫人大赛是彰显全球已婚女性魅力的综合服务平台 其宗旨是树立杰出女性榜样 帮助贫困 残障 妇女儿童等 并通过举办系列活动 连接世界各地富有影响力的已婚女性力量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申请 或举办过世界夫人系列活动 超过一万多人参与 我觉得我们女性在家无论是社会 家庭都起着很决定很重要的作用 怎么样能做好一个好母亲 做一个好夫人 做一个社会很有用的女性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不是说油盐酱醋 不是说把家庭照顾好 我们更重要的在社会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觉得这是最实实在在的 最后2022年总冠军由莉莉涵获得 亚军和季军分别颁发给Kristina Chengzou和Natasha Klesleib 好莱坞知名艺术家Laura Westbaker获得2022年全美荣誉冠军称号 据了解2023世界夫人全球总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纽约举办 在颁奖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世界茶香艺术文化基金新闻发布会 当天世界夫人基金会与美中国际文化艺术教育基金还联合主办了第13届 联合国世界自闭症议事日慈善音乐会 该音乐会由世界夫人全球执行主席Lisa Chen发起 已经举办过12届 凤凰卫视田野 楼上级报道 联合国人全球执行主席Lisa Chen发起